好,来讲这个698这一题 意思就是说我给你一个array 然后你把它分成四等份 然后每等份是否可以相等 那么这里是回来去 就比如说我这里有5 对,我就把它分出来 然后就1423这样子就是每个等份都是5 就每个等份都是5 这样子它还成立了 然后我们再来用另外一个例子来看一下 就是说 好,来用这个例子 那么首先,其实我们首先就第一个要做的 就是把它的核全加起来看有多少 那么加起来就是116 那么116呢,然后再除以 对,当然这里k16 对,这里的k16 稍等一下 是k16 那么我126除6的话 那就是其实等于21 所以所以它这里,我的partition的核target是21 好,那么现在下步要做什么 就是说 我们首先就是把把这个核加起来 再比如说啊 假如我这个元素是2 对吧 我加起来的时候是125 我185除以6 我是我是它等于多少 它是它是除不进的 就就是它的它的膜 它的余数不等于0 那么这个时候就直接return force就好了 这是一个corner case 然后我先把这个看下 然后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 我们要把这个就是这个锐 它一开始不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我们是把它排序过的 对,我们要进行排序才能 才能去做这个题目 然后排序之后呢 它最后的几个 呃,它最后的元素应该是最大了 是吧 假如这个元 最后的 假如这 假如最后这个元素 它 它等于这个target 我target等于21啊 假如这个元素 它是等于 呃,等于target的话 我们就会把这个元素给删掉 就是一直删到 它下个元素 它不等于target 对 呃,这 这个就是来减化这个题目嘛 因为 因为它21已经等于那个target了 就是 它已经单独属于一个牌提醒了 我们就别再算它了 好 好 就比如说我们刚才已经删掉这个21的 然后这个k就相对应的 就是我们讲话问题 就是删掉三个partition 我们就等于3 我们就 我们就把这里 嗯 等于3吧 然后这是target等于21 ok 好 这里这题设计的两个概念 一个是叫做barket 啊 因为我们这有三个partition 我们就画三个图 呃,画个图吧 就是承担 它是hold住三个partition的盒 然后 这这题是需要用的 运到那个backtracking 啊 好 我们就先来看怎么做 那么 先把这个 好 好 好 那我们现在呃,现在就来做啊 就呃,但是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呃呃呃,还有一个参作是m就是他总是指在最后边 然后我们现在就把那个指在最后的元素呢就跟那个bucket相比较 那bucket一开始都是0了 我们就用最后元素跟它相加 相加之后它看它是不是比这个要小 那如果是比它小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元素给放进来 就是说加进来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是12 然后呢我们再往下走一层 就是基于这个bucket就基于这个bucket我们再基于往下走一层 那走一层元素怎么样就是我们的m就到这了 那么m到这之后呢 我们的我们m到这之后呢也是继续跟它相加 看加加之后是不是还是比它小 如果想小的话就把11给加进来 那么这里显然就是它相加的23d大于大于它 我们就我们就不跟这个bucket相加 但是呢它可以放在这里嘛 它放在这里呢就不会比它可以大 所以我们就11放过来同理啊 这个这个7也放过来 好 然后m到这了 好 这个呃在在这个地方就呃就是其实是出现问题了 哎 等一下 就是就其实是其实是出现问题了 嗯 嗯 这个时候我的m等7我跟它相加是等于10 嗯 19它它比它给小 suppose它是可以加进来 对它是可以加进来 但是加进来之后等会我就可以证明给你看它加进来是其实错的 它不它不应该加在这个地方它是应该跟7相加 因为三个7加一起是21对吧 它它呃 它是它是不应该跟这个bucket跟这个是二相加的 但是我们还是按照呃那个backtracking的意思来说 嗯 来做 那我们就加进去19 然后加进去18啊 然后加14 哎 等一下 嗯 把m到这等于等于18 然后m到这是等于13啊 这等于13 然后m到这的话就是25 好 那么 那么这个6就加不过来 我们就把6加 呃 我们就把6加这了 就是24 那也加不过来 那我们就把6加给它 那就是 嗯 等于等于10 就等于19 对吧 好 然后再m就又又到了4这边来了 呃 那那那我现在m到了4 我这个我这个4不管是给它 还是给它还是给它 我都没办法 嗯 就是都没办法加进来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嗯 就说明之前这个摆放的问题 嗯 嗯 位置是错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backtrack的 就是我这个 我这个m就 我这个 我这个m就要一直 嗯 回到 回哪里 回到这个地方 就是我这个m就 我这个m就不应该放在这个地方啊 所以我的m它它它它既然测试这个地方是错的 那我们就下部就测试在这 我m放在这儿行不行 就是加进来就是 嗯 它它把它11加在18 好 我放在这儿 行不行 如果18的话 它它如果行的话 那我们就再去把这个也加进来 对 然后 然后 其实呃 实际证明就是我放在这儿的话 还是不行 我反过来还是没办法 得了个正 得了个一个正常的好的结果 那么这个时候 嗯 好 我我的m就加在这里面了 其实 我我这图画的有点乱 等一下啊 就是呃 就是一开始 就是一开始的话 嗯 我第一轮是12 117 对吧 然后我们再讨论这个7 呃这个 这个7加了这错的 加了这也是没办法得了个答案 我们就其实加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就得 嗯 所以我们就把7在 这儿加成14 好 好 然后 然后我们 然后我们m就再往后 再往后走一个 就是刚m是在这儿 这儿的 然后我们现在走这儿到这儿了 好 那我们m到这儿 好 就是这个m还是一样的 就是存在个问题 就是呃 他要跟这里测一下 这里测一下 他他每个都测一下 嗯 每次都不行 所以都每次的backbacktrack 就再往这边测一下 嗯 就是 这些答案就是其实是说 我我这个三个7都应该放在这个 三个7都应该放在这个 这个bucket 就让他乘21 对 然后然后再再去测 呃测这个6 就是呃就是这个思路啊 好 好 好 呃然后现在再再讲另外一个case 就假如 呃因为他这个题目是tue的一个case 我们就假如 呃 我把 我把这个数赶13 对吧 赶13的话就是说 呃 那么一开始的话我这里就是都是0啊 好 我13就是呃 放在这里测一下 看看是不是可以拿到一个正确的结果 呃 就是呃 好 那么就是事实上就是我13 我就能放这的话 他没办法呃 他没办他没办法return一个去 呃什么时候会认定去呢 就是一直让这个m 就是m一直走出键 呃 对 一直测的m是小于0的 我们才会返回一个去 但是如果我13放在这的话 他是没办法让他 让这个m一直走到底的 对 好 但是问题是我这题本来就已经 呃是个是个force的答案 我13放在这里是for 我我13放在这里是for 呃是force 那其实放在这里的话也是for 放这里也是for 所以呢 就是在我们我们13在测这个 在测当前这个bucket的时候 假如测完之后 呃 发现他这13是bucket是不能放进来 那就是说就是我这个bucket 这个0 他还是等于0 他这个不一定等于 我可能可能我这个我可能在在在测 第二个bucket 或者第三个bucket 只要是他测完之后 呃这个bucket里面value还是等于0的话 呃我就直接break 就是这个这个循环就就跳出去 就说就不用再测了 其实这个整个例子都是错的 就是反悔应该反悔force 好 我们我们对着那个代码来讲一下 好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呃一来就给一个呃 然后k然后得了一个sum sum就是把k除一下看能不能整出 不能整出就反过force 然后就是呃sum除以k就拿了那个target 嗯 然后然后再对那个sum进行排序 对对上进行排序 啊 然后然后这个时候就拿到呃 最后一个那个index 就是最后一个index 然后这个呃 假如这个index 他已经大于target 就是就比如说这个例子 假如假如他我假如最后元素我是呃 33对吧 我33已经比比这个target要大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这个呃 也是没办法呃 嗯 进行一个很好的呃 就进行一个好的partition 所以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主要是 这一旦看到了 呃 他最后元素比target要大的反弹于force 好 呃 然后然后这里在做什么 这里就说把把最后他等于 等于target元素全都呃 呃 怎么说呢 也不是pop出来 就是就是本来我的r就是我的m在这儿了 嗯 但是因为他他跟那个target等 所以我的m就一直挪一直挪挪到这个地方 就是不敢相等 嗯 哎 好 好 我们这里的r就跟刚刚的我例子m是一个意思 就是我意思这个r就是他rightmost的一个一个index 嗯 嗯 好 然后我就这个时候我的k就是 我的k就减到了相对应的一个 还剩多少个partition 就是就是这里的k 嗯 然后然后再制造这个barket barket 然后呢 当然一开始我就会弄一个global的 嗯 嗯 global的这个这个东西 然后target 然后我 我就在这里把这个global的update一下 因为持点持点这个两个层桌是不会变的 然后就开始去去做partition 那么其实这里是运到dfs 嗯 嗯 还有还有还有backtracking 好 那这里怎么做就是 嗯 就比如说我这个r就是一开始就是把最右边的那个 就是把最右边的这个 嗯 index放进去 然后 嗯 如果这个r它小一点 就是说 不好意思 我就是这个就是m 我不想confuse大家 就是只要这个m它 它可以正常的一直走到走出界 就是说我的m到这来了 可以可以可以走出界了 那么那么这个时候啊 就是返回去 就说明这个 嗯 就已经成功的partition 有有做的做的这个partition 嗯 好 但是他如果没做的话 那我们就首先就拿出他最右边那个值啊 对 就是这个 嗯 这个r所对应的那个 应的 嗯 这就r这个应的对应的值就是m 啊 我们就拿m 然后 然后m就是我们会每次都会把那个把那个bucket的便利一下 因为吧 就在这个时候 就我们这里bucket有三个 就是我会就是就这里就是把每一个bucket都都看一下 看看那个bucket的元素跟m相加 他跟m相加是不是小于这个target 那如果小于target的话 就把就把这个元素给放进去 对 就像就刚刚才我们讲的一样 就是每次我们就跟他相比较 如果是小于target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元素给加进来 嗯 对 然后加进来 然后再做进一步的partition partition之后 进一步的话 就是说 这个r这个r会往 看起来 对 这个r就是会往这边挪移位 对 嗯 当然 就像我们刚刚的那个例子一样 就是我我这个棋 我放这边来的话 他其实是return 他没办 他没办法return去 这个他没办法让这个r走到 这个应该走的尽头 就是走走走到走出去 嗯 一旦他无法return去 让我们就bucket 就是做backchecking 就是回来 然后 然后呢 这个代码的意思就是说 假如我们在 假如我们这个bucket 在这里面试的第一次的话 都无法把这个元素放进去 你把它放进去 就比如这个m 他放进去的话 这个题目是 没办法成功的 就是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input是一个错的 是应该反过forse的 如果他已经 无法加进去 然后 他这个元素就 还是等于0 就是没增加 就说明他 其实放这也不行 放这也不行 所以我就直接break了 就不用每个都试一下了 对 这个就是这题 这个就是这题